在会见盖特时,王岐山表示,中阿都是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民族,发展历程和历史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永远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中阿在政治上平等相待,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包容互建,中方坚定支持阿方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面向阿拉伯世界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阿关系指明方向,中方欢迎阿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期待阿盟在促进中阿友好合作上发挥更大作用。 盖特表示,阿中有意远远流长,阿拉伯国家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钦佩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同中方的各领域务实合作。 阿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阿拉伯事业。